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风险评估程序当中的信息来源 上面也讲我们讲了前面两个程序,有关于询问和分析 这一讲我们来看第三个程序,观察 观察程序我们说过,观察的对象一般来说是人的活动 比如说生产经营活动,比如说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那在观察这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依据观察所获得到的信息 进而去评估重大粗暴风险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当你在观察一项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的时候 你发现,说被审计单位 采购的活动当中 它和验收的人员没有彼此进行职责分离 你发现采购的人也在做着验收 你也观察到了这个验收的过程 那你要想想,这里面就可能存在一项内部控制的缺陷 如果我自己采购自己验收 那如果我并没有进行真实的采购 也没有验收人员和我进行正确的职责的制约和分离 那很有可能我会发生假采购 真付款,进而造成侵占资产 舞弊或者中大错暴 那这是通过观察发现的 那再比如说观察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 我发现,被审计单位的某台生产线 已经秀迹斑斑 那仿佛已经很久没有在开工进行生产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去考虑一下 是不是这个生产线有可能有减值风险 再比如说 如果被审计单位账面上有一个再建工程 这个再建工程是通过自己建造的方式而形成的 那自建的方式形成 一直放在再建工程中 当你到实地进行观察的时候 你发现,员工早已入住 已经正常的投入到了生产经营使用当中 用准则的语言来说 这叫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应当劣势为固定资产并具体折旧 那你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活动 你就有可能去发现 说再建工程没有及时的转为固定资产 以及有可能被审计单位漏提了相关的折旧和费用 这是我们说的观察 第四个叫做检查 检查程序同样也一样 它可以检查文件记录 也可以检查实务资产 比如说 你在检查实务资产的时候 与刚才类似 你观察到员工已经入住 你检查的时候发现 说这个楼早已经装修完毕 早已经达到了可以使用的状态 只是说没有办理聚工结算 被审计单位就没有将其转为固定资产 再比如说你实地检查的时候 你发现被审计单位 它有一些存货 变质亦腐烂 但是存放在检疫棚当中 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要去想想 它是不是有可能存货 鲜活腐烂亦变质 但被审单位没有提供良好的仓储条件 很可能存货也要既提存货跌价准备 那这都是风险点 那文件记录更多了 比如说经营计划 合同协议 业务流程的操作指引 那这个也可以说内控手册 再比如说财务报告 会议纪要和分析报告 那最简单的我们反复再举例 外部分析师的报告 你经过检查 能够跟被审单位之间进行对比分析 提供一种参照 会议纪要 你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甚至是股东大会 它都在讨论一些什么样的议题 这些议题有没有被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 计量列报和披露 那相应的也对应着风险点 再比如说内部控制 如果你通过检查发现 被审单位根本没有内部控制的手册 没有进行必要的内部控制的设计 而治理层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熟视无睹 或者说 根本认为说这些东西是不重要的 视而不见的 那很有可能控制环境比较薄弱 有可能引起报表层次的风险 所以观察 检查 分析和询问 都是获取信息来源的方式 通过这些方式 我们获得到信息 就能够为了解被写计单位及其环境 进而进行风险评估 提供信息的基础 好 学这里的时候 大家千万注意两个要点 第一点 不是紫禁背的 你这些东西背一百遍 我只要问你一句 你马上就发现 你自己哑口无言 你背了说 说要检查文件记录 检查实物资产 我问一句说 为什么要检查文件记录呢 为什么检查文件记录 就能够评估出风险呢 你能不能说出一二三 你不仅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第二点 这些东西 教材上未必给大家展开的这么细 但是考试我说过 出自教材而高于教材 所以必须要慢慢的积累 我们说完了前面几个程序之后 观察询问 分析检查 那接下来 我给大家了一个第五项 这个第五项是一个补充 为什么说它是补充 不是因为说准则没有 教材没有 而是说 它是基于前面的几项 基本的程序 进行综合运用的一个结果 我们称其为穿行测试 这个东西是每年大家学习的一个难点 什么叫做穿行测试 我们先看含义 说穿行测试 它指的是追踪一笔交易 在财务报告信息系统中的处理过程 什么叫做处理过程呢 那所谓的怎么生成的 谁来记录的 如何处理的 怎样生成报告的 以及与之相关的规章制度是如何的 那这样给大家说 还是比较晦涩 大家要从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角度 一笔交易 生成记录处理报告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获得的信息 可能来自于询问 可能来自于观察 可能来自于检查 也就是说 在穿行测试当中 我可能会综合运用到上述各种各样的程序 第二点 我了解这些是为了什么呢 我仍然是为了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那为什么把它叫做穿行测试呢 又如何去理解它 生成记录处理报告的过程呢 我们通过举例帮大家来理解 比如说A注册会计师 审计甲集团有限公司 那审计项目组成员 比如说BC 当然还有很多位 一起执行工作 我们前面讲过 你要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了解到哪些信息呢 比如说A注快 他了解到 他说有一个部门 它是运输部门 在跟运输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员 进行询问的时候 他了解到 说运输部门负责将货物运输至 客户的指定地点 然后呢 让客户进行签收 这是他了解到的信息 好 B项目组成员 他了解到 说有一名会计人员 他负责记录收入 他在确认收入的时候 他要考虑这笔销售收入 有没有相关原始凭证的支持 再比如说项目组成员C 他了解到 说销售人员负责 货款的催收 当货款回收不利的时候 有一名应收账款的会计人员 负责进行坏账准备 那比如第一项目组成员 他了解到 说当发生一笔销售的时候 他会产生订单 订单经过批准之后 说我确实能够跟这个客户合作 然后呢 我交由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备货 好了 你发现没有 这些事情都是什么 有的是生产经营状况 有的是财务状况 有的是销售环节的 有的是运输环节的 这都叫做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所获得到的信息 从何而来 询问来的 观察来的 检查来的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们各自了解的 都是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 他们的了解 永远都是一个片面的了解 如果我想问你一下 说这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你发现 唯一的联系可能就是 它都是来自于 所谓的销售活动 但是你这样陈列给我 真的是杂乱而无章法 我现在想了解的是什么 我想了解的是 一个非常系统的 一个非常有逻辑的 一笔交易 从生成 一直到最终的报告 它所经历的过程 那怎么办 我来做一下 穿行测试 你不是想追根溯源 有始至终 有头有尾的 了解一笔交易吗 那我就从 这笔交易的起点开始 逐步的进行测试 而这个测试 样本无需太多 可能就很少的 一些交易 因为我的目的不在于 说用大量的样本 只需要选取小量的样本 带着我把这个流程 搞清楚就行了 比如说 我选取了一笔订单 我了解到说 哦 原来这笔订单 它要经过一个批准 我发现这笔订单 有对应的批准单 批准了之后 这笔订单 经过批准的交由仓库部门 进行了备货 那这笔订单 我就追踪到了 从生成到进行处理的过程 它一直流转到了仓库部门 所以你发现 递这个环节 通过一笔订单 你就进行了一个了解 再往后走走 备完货之后干嘛呢 告诉你说 备完货的交由运输部门运输 运输部门运到什么地方呢 运到客户处进行验收 你发现这笔订单 它也有对应的运输单 和对应的验收单 所以你发现 哦 原来我有把A注册会计师 了解到的信息放在了这里 我再了解这笔订单 继续在进行被处理的过程 那验收完了之后呢 你发现说 这笔验收单 它要交由到财务部门 财务部门作为一个原始凭证 作为收入确认的依据 进而确认收入 所以你发现 哦原来 B注册会计师曾经了解到的 他曾经了解到的这一个角落 一个片段 原来在整个流程上 位于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 确认收入之后呢 你说后续形成应收账款 相关人员就已经催收 而这笔应收账款 后续如果回款不利 还要对它替提坏账准备 所以这就是一笔订单 它从生成到处理 到报告 到后续发生异常之后 我们对例外情况 再进行处理的过程 所以你发现最后到了C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 我就把一个销售交易 非常有逻辑的 通过少量的样本 在系统中的一个处理过程 走了一遍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非常形象 就叫做穿行 而这样的测试方法 帮助我们了解到了 各个地方的控制节点 和规章制度 并把它们连点呈现的过程 就称之为穿行测试 好 穿行测试 这个在实务工作当中 是反复要用的程序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提炼 通过这个程序 注册会计师获得了什么信息呢 至少你发现 你建立了 对相关活动和规章制度 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而这种了解 只需要基于少量的样本 就可以实现 这个样本 我就可以按照 它的规章制度流程 去寻找 它在每一个内控节点上 它是否被进行了 恰当的处理 以及是不是有相应的 规章制度 给它提供一个保障 因此我就了解到 有规章制度被设计出来吗 比如它走到一个节点上 发现走不动了 卡住了 这个地方缺乏相关的控制 注册会计师就能够了解到 就能够发现 原来这个地方 可能有重大错报风险 那此外 我还能够发现说 这些控制被执行了吗 比如说订单 它要备货 它要被运输 要被验收 而会计 要根据验收的结果 确认收入 但是当你用少量的交易 比如说一笔交易 走到验收这个环节之后 你在走到会计 确认收入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发现 你确认了一笔收入 但这个收入后 根本没有后复验收的凭证 你就发现 有内部控制缺陷 很可能 这一项规章制度 没有得到执行 所以穿行测试 我们就能够达到 了解控制 是否设计了 以及设计之后 是不是得到了执行 好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 我再请大家 跟我想想 说如果我想了解 这些内部控制 执行的有效吗 那穿行测试能够达到目的吗 什么叫有效 不光设计了 不光执行了 还被一贯的执行了 那你就发现 他达不到这个效果 为什么 我选取的只是少量的几笔交易 在系统中追踪了 他们流转的过程 仅此而已 只是为了一个粗浅的了解 你要真的问我说 他是不是当了一世的好人 是不是真的是一贯执行的 那我告诉你说 我这个穿行测试 不足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解决不了 运行是否有效的问题 我只知道 他设计了 并且得到了执行 而且这个得到执行的结论 也是我少量的样本 追踪而得到的结论 这是我们说的 在这一页 我举这个例子 旨在帮助大家理解 什么叫穿行测试 以及穿行测试究竟为了什么 再举个形象化的例子 什么叫穿行测试呢 比如说你告诉你一个小伙伴 说你来过故宫吗 他说我没有去过 我只在电视上看过 说那你既然没有来过 我拿一张地图好了 然后呢 我做一个小人 一个塑料片 然后告诉你说 你走到这儿 这就是故宫的入口 然后呢 你往前走一步 这是五门 你再往前走一步 说这是太极电 你再往后走一步 说这是真飞景 你再往后一个呢 我说这个出去了 到了景山上了 你发现这个过程没有 只是带着他走马观花的 看了一遍这个过程 但你要问我说 太极电里面长什么样子呢 你说那个真飞景 有多么多么吓人呢 我不知道 为什么 我只是很少量的 带着你走马观花的 串了一遍 你要真的问我说 故宫里面有怎样的景色 有多么别致 有怎样的奇珍异宝 我得深入到细节的地方 我去了解 我去探究才知道 但穿行测试 仅帮助我说 了解一个大致的流程 好 这一页 是我今年给大家新补充的 以往的课程当中 反复大家在这提问 说什么叫穿行测试 我没做过食物 我根本不知道 你就让我背 就让我记 我不高兴 那今年 为了让大家学习变得快乐 我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 那你就能够发现说 原来穿行测试 解决这样的问题 再回归到理论 你看一下 你就能够读懂了 怎么做穿行测试呢 我们了解的是交易 在整个系统中处理的过程 这个处理过程 可能是生成记录 处理和报告 以及其中的规章制度 如何执行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这句话 请大家一字不落地记下来 我为了了解相关控制 并且确定控制 是否得到执行 在这儿非常重要 这个一定要作为重点去把握 我们来看一道2009年的 多项选择题 在了解背影单位 积极环境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可能实施的 风险评估程序有 这道题又是典型的 正向反向思考问题的结果 我们先来说正向 正向的背过的就选 不背的就不选 那A询问 B观察 检查 C检查文件记录都背过 所以大家选ABC 所以说正向的办法就是这样 死尽应背 反向的再来理解 如何理解呢 风险评估程序 我们说基本的有四个 综合运用的有一个 询问观察检查分析 综合运用上述程序的 可能是穿行测试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询问 那自然是可以的 我询问人员了解信息 评估风险 我查看设备生产经营场所 检查文件记录 也能够了解到信息 进而评估风险 那递选项 重新执行 为什么不选呢 两个角度 第一个 在第三章告诉过你 说重新执行 它是控制测试的程序 而不是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这个阶段 我尚在了解 规章制度 我还没有穿一遍 我可能还在做穿行测试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 完完整整的规章制度 我还在丰富我的信息程度 你就让我重新执行 这个臣妾做不到 那第二个 我如果要了解 备审计单位 我要做的 那个叫做穿行测试 而不是重新执行 所以在这 你做好辨析 递选项 反向的角度 你要去理解它 为什么不选 这是我们说的 这道题目 比较经典 但是这道题目 我想给大家扩展一下 当然在考试当中 它给你改成 简达或者综合 也是有可能的 怎么出呢 大家要注意 有这么几个逻辑关系 首先 风险评估 什么叫风险评估 它的本质 就是了解 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 学到下面一讲 你就知道了 我们侧重在了解二字上 而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 是方方面面的 而其中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 内部控制 它也是了解 被审计单位 积极环境的重要组成 那在了解内控的时候 用什么程序呢 我们说过 观察呀 询问啊 检查呀 都可以 但在这里 我告诉大家 说你风险评估的时候 说你风险评估的时候 我用了穿行测试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少量的 一些样本 甚至说 有的项目 可能比较简单 就一个样本 从始至终的 带着我 把内部控制的各个节点 连点呈现的过程 它只在解决什么问题 第一 控制设计了吗 第二 如果设计了 控制得到执行了吗 我就测的是 在某一时点 是否得到执行 这叫穿行测试 最根溯源 穿行测试是了解内控 是了解内控 当中了解 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竟然是风险评估程序的一种 你发现 穿行测试 本质上和这几个词密切相关 如果你问我说 重新执行这个程序 它是针对 被审计单位某一个控制 它是真的执行有效吗 我们说执行有效还是无效 绝不是一时的好人的问题 是一世的好人 一世的好人 我就要选取足够的样本 你告诉我说 凡是确认收入的 必须经过验收 那我穿行测试就一个样本 我知道它得到执行了 但我重新执行 我可能要去看每一笔交易 我要重新的过一遍 说这笔交易真的进行验收了吗 我要走一遍 进行验收之后 真的按照验收之后的相关结果 确认收入了吗 注册会计师独立的把这个程序 再重新做一遍 这叫重新执行 它需要足够的样本 得以支持 才能够确定相关的控制 是不是一贯的执行 并且执行 运行是否有效的问题 所以在这儿 二者你初步的做下辩析 我往后讲 讲第八章还会说这个问题 在这儿考试每年都在考 大概出题的模式 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 说注册会计师通过穿行测试 评价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这可以吗 错的 为什么 穿行测试是了解内控 是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是风险评估 它只能得到设计和执行的结论 得不到运行有效的结论 第二个 说在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的过程中 我用穿行测试可不可以呢 可以 没有问题 我用重新执行可不可以呢 你注意 不可以 它不是了解了 它是控制测试 所以在这儿 这个非常重要 二者一定要做好明确的辨析 这个问题反复再考 不仅专业考 到了综合还会考 所以大家认真学 那当然接下来往后 后续再讲的时候 这个问题我还会拿出来再做强调 第一个问题 我到此就讲完了 总结一下 四个基本程序 一个穿行测试 加在一起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被审计单位积极环境 获得信息来源 进而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有可能报表层 有可能认定层 此外 说风险除了通过这样的途径 去获得信息进行评估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审计程序 和信息的来源呢 有四个 大家大致了解即可 比如说询问外部的人员 当然可以 外部有个专家 特别了解这个行业的毛利率 你问问他 也能够为你提供信息 再者阅读外部的信息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比如说评估师给你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 比如说这个行业的行严报告 也能够助你去了解 被审计单位所处的环境 第三 考虑以往的经验 这个可不可以呢 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连续审计项目 以往如果发现被审计单位 它有不诚信的记录 或者以往过程当中 我本身对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本期我恰当的考虑以往的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 考虑以往并不代表着 本期就无需执行风险评估程序 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在这儿要做下辨析 此外 考虑承接信息 什么叫承接 初步业务活动 在那个阶段 我们曾经就打量过对方 打量对方什么 去看有没有他 因为诚信问题 导致注册会计师 不愿意接这项业务的一个 影响意愿的情况 那也曾经了解过 管理层的诚信情况 那这个信息也可以作为我风险评估的一部分 所以你就发现了 我虽然一直给大家画地图 但我也在一直告诉你 风险评估程序 贯穿始终 所以第四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承接阶段的信息 也可以用来做风险评估 也是我们一种信息的来源渠道 好 这四点 大家稍作了解即可 考试当中出现的概率相对较低 接下来 我们前面解决了第一点第二点 我们接下来要掌握的问题是 如何通过群测群力 项目组内部的讨论 来解决风险评估的问题 好 在这儿 我首先告诉大家 项目组内部讨论的问题 简单 而且呢 条文化 条条框框 没有太多原理性的东西 需要大家特别深入的理解 就是把握好基本的原则 因此 把握原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想强调的是 项目组内部讨论 是一个专有名词 它既然给你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帮助我们进行分享见解 帮助我们进行评估风险的 帮助我们更好的执行审计工作的 你不能说三五个人坐下来一起 唠唠加长 三五个人在一起呢 吐槽一下 八卦一下 或者三五个人在一起 谈谈审计收费的问题 这些 你可以叫讨论 但是不是我们审计准则当中 所说的项目组内部讨论 所以这个观念你要有 不然的话你后面再做题 说以下属于项目组讨论的目标的事 内容的事 很多同学觉得 这个示范大家能讨论的都要选 这不是的 它是专有名词 它是解决特定问题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先看讨论的目标 目标有几个 在这分享三个 第一个 为项目组相关的成员 提供交流信息和分享见解的机会 大家共聚一堂 坐在一起 把彼此互相知道的互通有无 然后分享见解 第二个 在各自负责的领域内 那这个呢 我们是单打独斗的 但是我要去想想 我单打独斗的领域内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错报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舞弊 那这样的情况 我要在讨论会上做下分享 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呢 大家你就发现 你审收入的 它与应收账款有没有联系呢 有 你审收入的 和合同负债有没有联系呢 也有 你审计固定资产的 你和折旧费用 管理费用 相关的成本 有没有联系呢 也有 所以你虽然是单打独斗 但是也有人和你并肩作战 你的错报 很有可能影响他人的 我们说过 错报很可能不会孤立发生 所以彼此之间 要互通有无 第三个 各自实施的审计程序的结果 如何影响审计的其他方面 这叫做我对你的影响 包括对进一步 审计程序 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我后面怎么做风险应对 我现在也要搞清楚 所以你发现 讨论的目标 都是围绕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和应对 而产生的 仅仅围绕这个目标 我们来看一下2009年的多选题 说注册会计师组织 项目组内部讨论的目标有 那这个呢 大家注意 讨论目标是什么 紧紧围绕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你把握好这个原理 为什么 有同学喜欢洗剂硬背 那这些你都背下来 你发现考试这个A选项 选还是不选呢 按照时间预算完成审计工作 选还是不选 你会非常抓狂 我好像没背过 但这东西天上局好像挺对 我该选还是不该选 摆在你面前 非常棘手 这题做不对 下面的一堆全错了 影响心情 所以我说学审计灵活一点 这告诉你说三项 你愿意背 把它背下来 但是我说过 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讨论的目标 紧紧围绕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那按照预算的时间 完成审计工作 怎么完成呢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就是必要的前置工作呀 你收集证据的过程啊 所以讨论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讨论这个 后面怎么做工作 风险在哪里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性质时间安排范围 那都是为了完成 审计工作的必要工作 必要程序 所以第一项要选 强调遵守职业道德的必要性 我们说过 紧紧围绕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职业道德遵守不遵守 初步业务活动这个阶段 就解决了 但是后面你要实施监测 但是它是风险评估 和风险应对的核心工作吗 不是 大家注意啊 这不是强调职业怀疑的必要性 是职业道德 也就是说 你能不能去买被审计单位的股票 你能不能违反保密性的原则 向被审计单位透露一些 本不应当向其披露的信息 指的是这个方面的问题 它没有仅仅围绕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所以不选 C 分享见解 那这个讨论的一个目标 关键目标 考虑被审计单位 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它是在做风险评估 所以这道题目 目标是ACD 你就发现这个题就是比较灵活 所以我说过 你光背 这第一步 背完之后你要去提炼 去总结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 到底这件事在做什么 为了什么 那因此这样的题目呢 你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应对 否则考试的时候一出来 马上就会觉得非常头晕 接下来 讨论有了目标 内容是什么 这里可能会考您多选题 比如说 被审计单位面临的经营风险 经营有风险 很有可能背后 有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比如说 如果说被审计单位 受到竞争对手的强力冲击 导致某种型号的产品滞销 那经营上的风险是这批存货滞销 那它进而影响到财务报表相关认定呢 那存货有可能计价分摊认定 有重大错报风险 所以讨论的时候 讨论经营风险有助于 评估风险 应对风险 所以又是紧紧围绕目标所展开的 第二个 财务报表容易发生错报的领域 以及发生错报的方式 这个领域收入还是成本还是费用 方式高估还是低估 隐瞒还是遗漏呢 是虚构的呢 还说权力义务的问题呢 各种各样的方式 这个要讨论 第三个 特别是由于舞弊 导致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那舞弊或错误都会导致重大错报 舞弊呢 性质更加严重恶劣一些 所以仍然讨论的内容 紧紧围绕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在这儿我还是给大家强调 你学的仍然要灵活一些 为什么强调学习要灵活 因为在考试当中 有的时候 说以下属于项目组内部讨论内容的有 它不局限于以上三点 它给你做下改编 比如说 保持职业怀疑 有没有有助于评估风险 应对风险呢 当然有了 你要选的 管理层诚信的问题 这和什么相关 和舞弊相关 再比如说 你讨论错报 讨论错报的方式 它可能具体到某一领域 某一项目 某一科目 某一认定 收入的高估 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 我说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地方很灵活 考试有时候可以给你变形 并非局逆于 准则和教材这三点原文 我们来看个题目 说在进行项目组内部讨论时 注册会计认为 以下通常属于讨论的内容有 A 营业收入的高估风险及应对措施 很多同学说这没背过 不选 就学得太死板了 营业收入的高估风险和应对措施 那不就是错报的领域和发生的方式吗 不就是仅仅围绕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吗 所以A选项你可以讨论 B 管理层的薪酬 是否与被审议单位的经营状况相挂钩 那这个有难度 什么意思呢 说被审议单位经营状况 今年的利润 如果能够突破5000万 超过5000万的部分 20% 我发管理层的奖金 你联系一下这个情况 你会想想有什么问题 管理层的薪酬和被审议单位的某些经营状况挂钩 管理层就有种动机 虚构收入 虚构利润 进而超过的部分 他能够拿到真金白银 所以这在说什么呀 管理层有可能虚假报告 有可能5B 所以你发现B选项 他原来讲的是5B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13章还会说 但在这你要跟着我想想 那这个东西又不是原文 又需要大家去灵活的分析 C 由于行业技术革新 导致被审议单位所面临的经营风险 你无论有什么原因导致的经营风险 都很有可能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 所以这个又是紧紧围绕讨论的目标 而展开的讨论内容 D 项目的时间预算及收费标准 这我说过 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讨论 今年多收几块钱 这个拆旅费能不能被审单位帮我们报销了 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餐厅 这些问题和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没有特别密切而直接的联系 所以这个 不是我们项目组内部讨论的一个目标和内容 所以这道题目 答案选择的是A B和C三个选项 所以讨论的内容你要注意 灵活的变形 稍微要注意下的是选项B 说管理层薪酬和被审单位的精状狂挂钩 可能导致舞弊 可能有种动机 那因此它和舞弊密切相关 接下来知道了目标内容之后 我们来说讨论的人员 讨论的人员这个地方特别有趣 这个点很小 但是反复的在综合题中出现 当然你说它考到就是一分 但这一分如果考到了 你稍微注意一下 你还真的能拿得到 什么意思呢 谁参与讨论 这三点我先不给大家读一遍了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一下 比如说 A注快审计甲集团有限公司 现在我在进行风险评估 我来组织大家进行项目组内部讨论 有以下人选 第一个 说A注册会计师是审计项目的合伙人 B注册会计师是审计项目的经理 C 是我们在审计某种特殊类型存货的时候 外聘的一名专家 D 是项目组当中的一名审计人员 E 他同样也是一名审计师 好了 有这么多人 A B C D E 谁需要来讨论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谁必须要来 大家掌握这么几个点 第一个 关键的人员必须到 什么叫做关键的人员 一般来说我们界定 项目合伙人 他属于关键成员 所以 关键人员必须到 这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 说所有人员都必须到吗 大家注意 未必 为什么 我这给你写了五个 如果说给你家大型的被审计单位 有中国石油集团 或者说中国电信集团 阿里巴巴集团 腾讯 你发现这些公司 它一个审计项目组 几十上百号人 你说开个项目组内部讨论会 大家所有人都要到场 不是半年会 会议室也做不下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来的 不然的话不切实可行 我们要求的是关键人员 所以在这你要注意 并非所有人员 那在有些情况下 你说合伙人自己来了 那当然没法讨论了 所以该来的还是要来 但不是所有 专家要不要来呢 如果需要的时候 那专家也需要出席 来帮助我们去评估风险 应对风险 好了 现在我举个例子 说D和E这两名审计人员 D呢 他出席了 但是E本次缺席 好了 缺席之后 讨论什么呢 讨论 5B风险 讨论重大聪报风险 都是一些关键性的话题 D没来 他根本不知道 但是他是审计这个收入的 审计这个费用的 他的工作和风险评估 也密切相关 那讨论的内容之后 他要不要知道呢 都要知道 都要知道 那是把我们今天讨论的 一共325个议题 全都告诉他一遍吗 又不太切实可行 所以我解决什么问题 如果E没有来 那么 谁向E去通报那些 我们项目组 讨论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有这么几个选择 项目经理通知 他的同事D来通知 或者项目合伙人A 来决定哪些内容 向其通报 在这儿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人 要是项目合伙人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考点 这个内容 在过去考评相当高 一定要掌握清楚 所以经过这张图 你要把握好 1233个考点 我们再来看 说谁必须来呢 关键成员必须来 如果适用专家也要来 而如果有些人 没有参与讨论 什么事项需要向他通报 谁来决定 在这儿 必须记牢了 是项目合伙人 来进行确定 这个换成项目经理 换成项目负责人 换成项目组当中的 一些同事都不行 项目合伙人决定 向其通报哪些事项 为什么 我们视风险评估为一个特别关键的环节 而项目合伙人统筹全局 他有大局观 他决定的事项 我们一般来说 应该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事项 他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能力 所以这个地方把握好 看一下改编自09年的单选 说在进行项目组内部讨论的时候 属于应该参与每次讨论人员的事 A 项目质量控制复合人 B 审计项目合伙人 C 技术部的员工 D 项目组的所有成员 我们说过 关键的人员必须来 不是所有的 质量控制复合人 技术部门的员工 需要的时候来就可以 关键人员 谁是必须要来的呢 项目合伙人 所以这道题 掌握清楚了 答案就选B 再比如说 我们看到综合题的片段 那基本上这两年考 还是这个模式 说2012年4月 A注册会计师 ABC事务所首次接受委托 审计假公司 A注快担任项目合伙人 审计计划当中有部分内容 摘录如下 说在评估重大聪报风险时 确定参与项目组 讨论的人员包括 首先A注快 那这是项目合伙人 他要来 信息技术专家 外部评估专家 以及其他项目组关键成员 这都没有问题 对于没有参加讨论的人员 谁来决定向他进行通报呢 你注意 这个时候 千万要盯准 必须是项目合伙人 所以是A注册会计师 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存在不当之处 在这边的考点 关键成员必须来 需要专家的话 专家也要参与讨论 而没参与的合伙人 向其通报 在这儿你要注意一下 如何去理解这里面的三个考点 最后我们来说 有了内容 有了目标 有了讨论的人员 那讨论的时间和方式呢 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确定 因为我们说 我们的人都是非常灵活的 在整个审计过程当中 持续交换相关的意见就可以了 讲到这里 我们把第一节第二节 给大家介绍完了 接下来 我带着大家做下复习 这一节介绍的问题 主要有这么两个 一个是风险评估的概述 对于概述 我们介绍的内容 主要是说 什么叫做风险评估程序 以及要求是什么 这个要求 大家把握好这么几个点 一个 它是应当要执行的程序 它是一个必要的程序 不能够因为各种各样的烟雾弹 而不执行 而省略 接着 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这个要理解 但是你要注意 一般来说这个程度 比管理层对自己 它的了解 还是要低一些的 这就要求 接下来 了解的时候 有哪些程序呢 这个我们要重点掌握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 询问 其次 分析 再者 检查 以及观察 以及我们经常把询问 观察 检查 综合在一起所运用的 穿行测试 好了 询问 分析 观察 检查 我希望大家着重了解的是 第一个和第三章结合 你要知道它的运用环节 以及为什么用在风险评估中 其次 我给你列在课件中的东西 不是让你死尽背的 背下来考试也不考你墨写 考什么 考灵活的运用 这个运用的过程 一定是 我了解了什么样的信息 我如何通过这四项程序 评估出那个背后的风险 而这个风险通过我的举例 你发现 有的是报表层的 有的是认定层的 好 通过这一讲 你要知道这个基本的逻辑是什么 但是这儿还是 没有必要急于求成 需要积累 此外这一讲 特别重要的是穿行测试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它是做什么 它解决的是 控制是否设计 以及是否得到执行的问题 你注意 它不等于执行的有效 因为穿行测试 是风险评估的程序 是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的程序 而不是控制测试的程序 背后的原理 我今年也特地的通过举例的方式 帮助你理解了 此外 这些程序以外 还有些其他的来源 来源于外部承接的 以往的经验 适当的关注 再者 在风险评估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组织 项目组内部的讨论 讨论你要注意 无论是内容 还是目标 我们都紧紧的在围绕着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这个理念必须要有 此外 重点大家需要掌握的就是讨论的人员 在这个人员当中 必须要清楚 关键人员必须要到场 而这个关键人员 一般来说指的是项目合伙人 此外 需要专家的时候 那专家也应当参与 最后 没有来的人 由项目的合伙人 来决定哪些内容向其进行通报 这个非常重要 反复在考题 所以这节的内容看似多 但你发现需要背的 记得没有特别多 就是讨论这个地方 需要大家稍微做一下记忆 其他的东西侧重于要理解 而这个理解 循序渐进 从今天开始慢慢的积累 这样大家往后去学呢 下面一节又会巩固 那之后你需要第九章 到第十二章又再巩固 我们再往后学 等到某一天 我带着你做综合题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些东西都会变成 我的理念性的东西 就会很顺畅 好 这一节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同学 大家学习辛苦了 刚开始学第七章 真的挺难的 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 是灵活的 你就发现 审计原来不是紫禁备的 它有些地方挺有趣的 我们像是在做 名侦探柯南的工作 找到那个风险 找到那个嫌疑人 找到被审单位 什么地方可能发生错报 所以我也是希望 从第七章开始 带着大家去逐步体验 审计的乐趣所在 当然呢 在体验乐趣的同时 大家也不要忘了 我们的目的 复习备考 也要抓住考点 好了 那本讲就先到此结束了 各位同学 上市休息一下吧 我们本讲先 就到这里 下一讲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